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转 在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慢的转 不要一步到位 轻轻的转 轻轻转 转转 转 转 好 现在已经出来一部分了 咱们再粘一个小粘片 同样也是粘到筋下面的位置 对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 把这边的坑一转 拿拉牌子 像这个坑就可以直接粘到筋上 因为这个坑呢 比较缓 而且弹出来的幅度比较小 就不怕它裂齐了 这 这样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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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缓变浅 好 现在咱们整体把这个伸钩整体往处走 不要单走一个点 让它整体面往处出 目前这个钩确实很死 从里面用工具顶呢 也已经顶到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钩的两边 这个尾边全部敲掉 散光啊 一定要往近了条 尽量呢 能照到坑底 能清晰的看见坑底幕 咱们再把它扶一遍 让它整体再变浅一次 好 然后我们按照第一次 再反复敲击这两次 现在明显的看到 已经浅了很多 现在我们进行第三次 反复的去做这个线 还是同样的道理 再把它走一遍 尽量让这个坑底啊 高于这个板击的平面 现在呢 咱们按照刚才的步骤呢 再敲击一次 但是敲击的时候要注意 尽量用笔去敲啊 用笔呢 敲到这个钩的前位边 然后这个钩的后位边 我用锤子去敲呢 是为了让大家尽量方便去观看 不当焊 不当焊 要用笔的话 可能当大家的视线 敲的时候呢 今天用这个锤子的 这个B2C条 目前这道深夜啊 已经基本上全部做出来了啊 只剩下这个漆面上 这个青漆啊 被划出了一道深夜 这个呢 咱稍后再做处理 现在呢 咱们把整体 这个坑的大型 现在全部都找出来 目前这个大型呢 基本上都已经找过来了 剩下的呢 就是基本功的找细了 一般咱们找细呢 都分开做 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筋 先单独的把筋 先整体都做好 然后分开做筋下 把筋下做好 再做筋上 然后再整体 从前到后 把灯放远 在里面就可以了 大家好 目前这个叶子板呢 已经修复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现在还没有 抛光的效果 现在已经全部完工 好 好像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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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